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情 我會先為自己泡上一杯咖啡 坐在這裡 緩緩的讓自己舒醒 整頓好思緒 準備迎接盲目的一天 我從事金融業已經有15、16年的時間了 那因為工作的關係就是生活比較緊張 所以希望回到家的居住環境是比較簡單 然後乾淨 比較舒服的空間 其實就如您看的 我比較喜歡米白色調 然後我是帶點奶茶的感覺 還有像木紋的設計我也蠻喜歡的 像我自己去西班牙還有去南霸的時候 那他們這樣子的一個居住環境 讓我是覺得非常喜歡 所以我希望把那樣的氛圍帶回自己的家裡面 我們此次的案例 它其實實在是一個大概30幾年的一個滑下 那它整個屋框它是屬於老屋 它其實它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光線的問題 那二來就是動線的問題 對 那因為屋主它這一次 它的這個空間 它是屬於它一個人跟五隻貓的一個空間 所以在我們整體的一個設計跟規劃 其實都是會餐雜五隻貓的一個特性下去做一個設計 蜂蜜 對啊 他們就喜歡在這邊跳來跳去 其實我蠻喜歡設計師就是幫我設計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然後還有讓他們可以躲長的地方 那他們可以躺在沙發或者在上面跳上跳下 我覺得他們都是蠻自在的 那平常以前我都有出去健身房健身的習慣 那還有在外面跑步 那我發覺到說因為COVID-19的關係 那也會希望是在自己的家裡面就這樣的一個空間 設計師就蠻符合我自己的要求 他有幫我做了一個健身房 對自己在居家就可以健身 這一次有特別的請我們幫他在這個空間設立TRX的掛架 對讓他在於運動的時候 他又可以享受在外面沒有的一些器具 他又可以很安全的在自己裡面的這些空間下去做個使用 這樣子 那至於燈光來講 因為這一次我們的這個案例 因為他畢竟是老屋 那其實自然採光來講 他其實就像我們後面的這個廚房的這個空間 那他窗戶的上半截 全部被以前的那個櫥櫃給蓋掉了 所以我就跟他跟屋主建議說 那我們是不是這個地方不要去做上櫃 然後把窗戶挖大 然後讓採光多一點進來 這是自然光的部分 那二來就是說他很喜歡去國外旅行 那他去國外旅行回來的時候 他進到這個空間 他進來回到這個家 他是希望是依照他想要的一個氛圍 可以去選擇調整他的燈光的亮度 那所以我們依照業主的這個條件 我們這一次就是在於幫他各空間 我們都幫他設立了一個調光的一個系統 他對於廁所他其實他也是蠻一個蠻講究 因為磁磚本身會有一些縫 對然後他會不喜歡就是去清理那個縫 那所以我跟他溝通下來以後我就覺得是說 他其實他是可以考用到塗料的這個部分 所以第一我們把他整間的地跟壁都用了塗料 第二我們再選用於譬如說配件 譬如說他的浴缸 龍頭他的臉盆 我們都選用白色的部分 然後讓業主他回到他這個空間的時候 他去洗澡的時候他是屬於放鬆的 這樣子 屋主會非常喜歡那五隻貓 所以我們在於地板上我們就幫他雷射雕刻了五隻貓的一個樣式 對然後有一隻就是又是他的愛貓之一就是 就是蠻胖的 所以我們就是把他特別去把他放大那個貓的形狀 然後刻在地板上就是讓業主他回到家的時候 他的五隻貓其實就已經在門口迎接他了 對 其實就蠻感謝他們的團隊 因為真的蠻專業然後蠻細心的 那再來就是說我覺得他們是很 care我care的人事物 比如說像貓咪是我很在乎的家人 那他也幫我做好就是貓咪的設計 所以其實我貓咪一進來的時候 他們蠻喜歡他們的空間 他們覺得就像回到一個更舒適的家 對所以他們非常能夠很快的適應 真的要謝謝他們 對